庆山 韩 NATO Hello 大家午安 晚安 大家晚安 HELLO 的假 長生午安 晚安 hello 午安 大家午安 這是第二次的執著 大家早安 不是 是午安 午安 大家午安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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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好 hello 對 今天是第一次的讀播 第一次自己播 第一次自己播 午安 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很成功快樂 這是上禮拜的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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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嘴嗎 會緊張嗎 還好 有大家陪我 我就不緊張了 好嗎 不緊張 不緊張 房間一樣 只是 比較前面 午安 今天很安靜 對 因為只有我自己 一個 好感動 嗨 大家午安 謝謝吉米周送的香檳 賴比小星被帶回家了嗎 沒有 還在家裡 沒有 還在家裡 今天分配比較少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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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 大家午安 今天呢 午安 嗨 午安 嗨 謝謝出風送的 指腹的守護靈 善善善 善善妳好 妳好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因為上次的直播 有點短對不對 上次第一次的直播有點短 所以呢 我想要來討論一下 我們上次的感想 我們上次的感想 今天播一個小時喔 光線怎麼那麼棒 對啊 讚 謝謝 成長好美 謝謝 午安 哈囉 大家午安 謝謝追蹤 午安午安 因為上次是 請神 所以 沒辦法跟大家講太多話 不是要唱歌 不行 所以 今天呢 上次直播 第一次直播的心得 所以 今天呢 想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上次直播 第一次直播的心得 想跟大家說一下 想跟大家說一下 上次有說是 第一次是很緊張 對 第一次是很緊張 衣服好大 對 衣服好大 你們猜這是誰的衣服 上次因為很緊張 所以 真的是 講不出話來 那我現在來分享 跟大家分享 我上次第一次直播 我覺得呢 我上一次的直播 有點high 對不對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是慶生 慶生就是要high 對 沒錯 哈囉大家 午安午安 今天美琳不在喔 今天是成長第一次自己直播 今天成長第一次直播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跟我聊天 今天 的時間 都是大家的 謝謝 很好啊 午安大家 我覺得呢 嗯 我覺得上一次的直播 我想一下 生日被美琳攻擊的感覺 有點可怕 美琳有點可怕 她超可怕 嗨 晨晨 嗨大家 我要來分享 我要來分享我上次的心得 我想一下喔 我上一次一開始 第一次直播呢 是第一個心情是很緊張 然後開始興奮 然後一開始會期待 第一次直播 會期待 會期待想跟大家了解 沒關係 遲到沒關係 午安午安 大家午安 我第一個心情是緊張 然後興奮 然後期待 期待 期待跟大家聊天 嗨大家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午安 上次少了竹竹 上次的慶生是 上次的慶生是 阿力 雨淋 跟美玲 來配我直播 他們很棒 因為他們怕我第一次直播很緊張 然後還幫我慶生 超開心的 我旁邊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 今天就我跟大家聊天 今天我跟大家聊天 好貼心 對他們好貼心 哈囉大家 熊熊怎麼被忽略了 熊熊是我的寶貝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熊熊超可愛 謝謝大家 對他們真的很暖 來陪我直播 抽空 來陪我直播 謝謝大家 上次的感想 我們就繼續吧 其實我真的蠻期待 第一次直播的 因為很多粉絲都跟我說 他們等了三年阿兩年 真的是很久 很謝謝大家 很謝謝大家 等了我這麼久 等到我的第一次直播 謝謝大家 真的很感動 我有看大家的留言 說好期待晨晨直播喔 晨晨也很期待 今天晨媽不在喔 晨媽在工作 晨媽在工作 哈囉 無安無安 對了然後生日那天呢 小三美玲 就是有跟我去海邊 大家應該有看我的IG吧 你們有看我的IG嗎 你們有看我發的文嗎 我有跟小三美玲去海邊玩 不是玩 我們就 就我跟小三美玲 然後去海邊 有有有有有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看我 看我的IG 然後我們就去海邊嘛 然後我們就是看海 我們看到很晚 因為我跟小三美玲都是巨蟹座 一起過生日的感覺 看到海邊的夜遊 晨媽感覺很年輕 對 永遠18歲 美女會推下去 不會的 然後我想給大家看 想跟大家分享 上一次家人送我的應援版 有看到嗎各位 這個是一個髮箍 但是它上面就不見了 它是一個很可愛的髮箍 這真的很厲害 對我也覺得很厲害 這是做了三個小時喔 真的是超厲害的 還有一個板板 還有一個板子 你們可以去看我的IG 也有整面 你們可以看整面 而且我有發現 這個東西是在晚上的時候可以亮的 你們有發現嗎 謝謝追蹤 我發現它這個 不會很重嗎 還好 髮箍會很重嗎 還好 我很怕它斷掉 這個在晚上的時候還會發光 所以我也覺得好厲害 我沒法給大家看整個 你們可以去我的IG 看我有發照片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關燈嗎 關燈嗎 這邊寫 陳光少女 然後還有這個開頭娃娃 千千 這邊是寫 陳老師 陳老師 Happy Birthday 超讚 好用心 真的很感動 那個時候我去 我是到海邊的時候 才拿給我的 是到海邊的時候我才拿到這個 真的是非常感動 老師好 大家好 哈囉大家 雙重驚喜 真的雙重驚喜 第一個驚喜是小三美玲送我們 小三美玲 阿麗還有雨玲 送我的驚喜 然後第二個是家人 送我的驚喜 之前每年過生日都有這個儀式感嗎 上一年好像沒有 因為上一年少了什麼 你們知道嗎 上一年少了直播 上一年還不能直播 還是可愛的14歲 沒錯沒錯 哈囉大家 哈囉陳陳 哈囉草莓架 哈囉大家 少了我們 沒錯少了你們 午安喔午安 大家午安 家人有送什麼可以拿來用的禮物嗎 家人幾乎都不送禮物的 他們照顧我就是 就是我的禮物 18歲還是可愛 18歲離我有點遠 現在才15歲呢 謝謝 哈囉大家午安 剛進來的朋友們 哈囉 哈囉 陳陳15歲之前一直在期待直播的這一天嗎 沒錯 我也是跟大家期待了很多年 因為有很多粉絲 在我的IG那邊會私訊我說 陳陳好期待你直播 然後每次握手會呢 大家也會說 等你的直播真的是很貼心很感動很暖心 真的超新的 大家都會等我 真的是很感謝 謝謝大家等我 等到了 等到了各位 太開心了 是不是真的好想 對啊 陳陳時不時還是會認真的發言 沒錯 好感動 這次就是不緊張 有大家陪我就不緊張 等到了 好感動 好感動 握手會講三次嗎 沒關係 你們等到了 真的很開心 真的非常期待 對 對 非常開心 是不是要哭了 謝謝麻油飯送的告白氣球 開心開心 哈囉 哈囉七七 你 穩正嗎 穩正嗎 我覺得是原子族教我的 我覺得是原子族他們會教我一些事情 但是原子族跟阿莉啊他們都會 假如我做錯了什麼事情 做錯了什麼事情他就會 用爸爸媽媽的角度 來跟我講話 所以我才 叫他們爸爸媽媽 因為真的很像我的爸爸媽媽 說的話 跟上抽皮起來很自然 謝謝大家 因為有你們的陪伴 我不會緊張 竹竹會教我很重 竹竹很棒喔 他是我爸爸 你們不要看竹竹 竹竹平常一直唱好運來喔 他真的是 蠻成熟的 你會做錯什麼事情嗎 我會做一些幼稚的事情 但不是在你們面前 三個人撤在一起就很有家族 沒錯 我們就是一個家庭 而且還有 男豬米跟小三美玲 對 雖然他們兩個 雖然竹竹跟阿莉平常 他們都很瘋 但是還是會照成照顧我 所以我才 阿莉教什麼 阿莉教我唱歌 他就是我的媽咪 沒錯沒錯 好溫馨的感覺 沒錯 好溫馨的感覺 上一次 上一次 阿莉跟雨玲 跟小三美玲 送的禮物呢 是一張卡片 跟一個小小的可愛的背包 然後 卡片上面寫什麼呢 阿莉寫的就很母愛 而且我有發現喔 而且我發現 小三美玲的字是 裡面 比阿莉好看 我發現小三美玲的字 中文喔 比阿莉好看 真的 我那個時候在猜 那是誰寫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一張卡片 然後這邊是拿蘇米寫 這邊是小三美玲寫 這邊是阿莉寫 這邊是阿莉寫 然後我就說 我以為這邊是 小三美玲寫的 因為為什麼這邊的字 就是 有點可怕 然後 那時候小三美玲就說 下面才是他的字 然後他的字真的很好看 日本人的字比較好看 我覺得是 好像是小三美玲有練過吧 而且他小三美玲的書法 是真的很好看 小三美玲的書法很好看 哈囉 哈囉大家 阿莉的字 的確 的確 拿蘇米的字就是 很可愛 QQ的 然後小三美玲就是 比較公正 正方的感覺 然後阿莉的字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覺得日本人寫字 好像普遍比較好看 沒錯 沒錯沒錯 阿莉的字要用猜的 沒錯沒錯 哈囉大家 美玲真棒 對美玲好像有練字 直接 不語字片 那 我還是覺得自己的字 是哪一種風格 風格嗎 我可以有很多風格 我在寫功課的時候 我的字是正方的 但是我的老師也跟我說 我的字就是寫的很大 然後也是很正方 哈囉 哈囉 全部草書 沒有 怎麼這樣子講 哈囉大家 怎麼可以吐槽阿姨的字 澄澄看簽名就是可愛的字 我覺得我的簽名跟真正寫功課那種字是比較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的簽名是比較Q的字 然後 我寫功課的字是比較正方的 無安無安 我美眉今年國一寫字都像雕刻一樣 慢慢練沒關係 我美眉也剛升國一 她的字也是有點可怕 沒關係 我們慢慢練就好 因為到國三 功課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練字的機會就比較多 而且我們老師會每次的功課就會給我們成語 然後讓我們抄幾次抄幾次這樣 可怕 對 大家的妹妹都是字比較可怕的 期待澄澄的紙筆冰晶片 期待期待 可愛你們喔 對 字就會越寫越好 越練越好 叫藝術嗎 叫藝術嗎 成了十字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嘉賓送的魔法棒 謝謝大家 無安無安 其實今天的主題呢 其實今天的主題呢 是想要講上一次的直播 因為上一次的直播就是比較短一點 其實時間一樣 但是我覺得呢 因為上次的是慶生比較多 就沒有好好的跟大家在聊天 所以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多聊一些上一次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問我上一次的事情喔 上一次生日的時候 沒錯 我 衝浪 上次的直播感覺太鬧了 的感覺 因為上次可能太多人了吧 然後陳媽也進來 我會好好加油的 大家有收到我的聖誕梯了嗎 謝謝麥塊送的玫瑰 嗨 有猜到玩具是蜈蚣嗎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 我已經差不多有心理準備說 他們有可能會整我 因為裡面的成員有小三美琳吧 所以我差不多知道他們一定會整我 上次那朵蠟燭花被丟掉了嗎 還在那邊 陳陳眼睛沒事沒事 真的沒事 沒事沒事 他以為今天陳媽也會上場 他太high囉 他真的太high囉 今天是我跟大家的時間 今天是我自己一個人 原來套路都被陳深知道了 沒錯 而且張雨琳有跟我爸爸說會準備驚喜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說有驚喜 爸爸直接講出來 但是他沒有說是什麼驚喜 他說不能跟我說 但是有驚喜 無安無安 聖誕梯收到了 謝謝大家 難得的生日很high正常 對 但是就是沒辦法跟大家聊天 沒關係 之後直播又可以跟大家聊天 對 爸爸爆雷 對 沒錯 沒關係 驚喜破壞者 沒關係 沒關係 爸爸太沒情調了 怎麼這樣 怎麼會爆雷咧 希望馬上就有活動了 那我們就慢慢等疫情過去吧 陪著大家 陪著大家 哈囉哈囉 哈囉 哈囉 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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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大家還記得 上次有說要討論什麼 那天丟蛋糕的是美玲嗎 好像在丟多久 沒錯 是美玲 是美玲 嗚安 嗚安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說 對對對對對 可以討論粉絲名的部分 粉絲名 粉絲名 對以後要套招不能早晨吧 他會講出來 怎麼可以這樣 對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粉絲名 美之城 美之城 我有想到一個 我有想到一個 我之前跟 爸爸討論的時候 有想到一個 叫做 陳發表 但是這個 感覺很不像粉絲名 對不對 微臣 微臣 微坤坤 哈嘍 哈嘍 北緣 哈嘍 哈嘍 風風 哈嘍 陳發表 陳寶寶 想一下喔 陳發表 沒錯 九九陳發表 對上次有提到 上一次的直播有提到 但是之前跟爸爸討論的時候就有提 爸爸就有跟我提出這個 謝謝追蹤 謝謝TACO 謝謝TACO 塵 粉 粉 塵 怎麼有點像粉 塵 塵塵香 粉塵好像不錯耶 好棒 爸爸直接預言 好厲害 真的 他直接預言 然後粉直接留言 陳老闆 陳老闆 粉塵 好像不錯耶 什麼吸塵器 什麼吸塵器 塵蠻 謝謝開心送的行李箱 我還在想 成光少女嗎 對要三個字 沒錯是三個字 對方向怪怪的 不行喔 因為是三個字 然後我是成光少女嗎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陳過美 怎麼這樣 引起來怪怪的 沒錯 我們可以先寫下來幾個 我們寫 嗯 我覺得 陳老闆 兩個字也可以 謝謝開心送的告白氣球 陳寶寶 陳心記是什麼 方程式 欸 怎麼那麼可愛 方程式 不是 陳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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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先寫下來 可以嗎 我先寫下來 我覺得幾個 蠻有趣的 嗯 但是我覺得陳發表 他好像 沒有 比較不像粉絲的名字 因為是 粉絲的名字 陳下去 陳下去浮起來 方程式也不錯 對我也覺得不錯 謝謝膝蓋幫 送的玫瑰 那我先寫 陳老闆 陳老闆好了 我先寫 謝謝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陳髮表感覺 跟髮髮的 跟髮髮的很像嗎 對 我覺得陳髮表 不太適合當粉絲的名字 但這是我第一個 跟髮髮討論出來的 覺得蠻有趣的 一個 傳於落眼 謝謝包子送的玫瑰 哈囉哈囉 陳埃落地 我先寫陳髮表好了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跟髮髮是一個組合嗎 陳心期待 是不是最多只能三個字 我現在覺得不錯的是 方程式 然後粉程 也不錯 好 我先寫 嗯 方程式 不錯 最多三個字 OK 哈囉哈囉大家 方程式 方程式 OK 小塵蠻 小塵蠻好像也不錯 喔 陳寶 漢堡的寶嗎 陳果 為什麼是果 陳寶 陳寶 陳寶寶 我現在寫下來的是 方程式 然後粉程其實也不錯 怎麼辦 有點難喔 粉程 粉程 極程式 陳寶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陳寶有點 單調會不會 我想要想比較有趣的 謝謝追蹤 唯一支持陳老闆 好我寫陳老闆 我們一起討論 新陳 新陳好像也不錯 哈囉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凱凱哈囉 哈囉哈囉 那個音樂 那個音樂 冷靜 中音樂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沒問題 對 我也覺得粉塵感覺很順 但剛剛有粉絲說唯一支持陳老闆 想一下喔 昨天 昨天 我有問曉惠 昨天我有問齊惠 謝謝星辰的追蹤 昨天我有問曉惠 粉絲名的部分 然後 我那時候就跟曉惠說陳老闆可不可以 然後他又說 那粉絲會不會叫員工 員工 陳員工 巷子嗎 小員工 昨天就在跟齊惠講 曉惠給什麼意見 曉惠昨天也是跟我聊很多關於粉絲名的部分 我昨天跟曉惠聊的是陳老闆的部分 陳員工 陳經理 小柳誠 好像不錯 好可愛喔 小柳誠 好 支持小黑的意見 好 支持小黑的意見 我現在覺得第一個最棒的是 就是 粉絲 然後 第二個是陳老闆 第三個是方絲 小柳誠真的很可愛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寫一下小柳誠 小柳誠感覺很可愛 但是我們要選比較 就是我們要選的是粉絲名 所以要 念得比較順的嘛 對吧 小柳誠 我現在覺得第一名是粉絲 小柳誠 小柳誠 對小柳誠也蠻可愛的 小柳誠也蠻可愛的 我寫 OK的 沒問題的 小柳誠 我現在覺得粉絲嫁衣嗎 小誠心 怎麼辦 選擇困難 陳老闆可以當粉絲團的名字 好像也可以 粉絲不錯聽 我也覺得粉絲不錯 可以用IG投票看看 好 那我們還是要選兩個出來 粉絲感覺有種神奇的感覺 粉絲加一加一 好 我們可以去IG投票 哈嘍哈嘍大家 哈嘍 粉絲團可以叫陳蕙社嗎 哈嘍大家 午安大家 有點曝光 午安 現在太陽好大 今天不是台風天嗎 為什麼太陽那麼大 好大 好大 哈嘍大家 午安午安 午安午安 哈嘍大家 第一次看陳蕙直播可愛 上次沒有跟到嗎 上一次 上一次 上一次有 小三美玲 跟 雨玲跟阿莉 晨晨老師午安 午安午安 肯定是因為 晨光少女拍播 太陽真的好大 好開心 晨光美少女馬 我這裡大雨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我這邊有在下雨 但是他也出太陽 他是邊下雨跟出太陽 上一次直播好可怕 怎麼這樣勒 有晨晨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沒錯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 覺得 所以我們現在好像要選兩個 是不是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我們現在要選兩個 是不是 上次沒有跟到晨晨直播 這次終於跟到了 謝謝 謝謝 謝謝晴福送的玫瑰 哈囉哈囉 我現在是覺得 差一點 我現在是覺得 粉陳 比較適合當粉絲的名字 然後 陳老闆可以當粉絲團的名字 你們覺得呢 我們來 我們來 選一下 粉陳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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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劉健谷送的 玫瑰 都好都好 你可以放線豆 好 等一下直播完呢 就看大家的選擇 我也可以問主播 都行 OK 但是我真的覺得方陳是很有趣 對不對 我覺得方陳是很有趣 陳陳決定都好 謝謝大家 小粉陳還不錯 小粉陳跟粉陳 我也要想一下 小粉陳 我再寫一個好了 越寫越多 謝謝 謝謝 變成新檸檬送的魔法棒 嗯 用選擇題那個就可以 選擇題可以用四個 但是我們現在有五個 我們現在有五個 可以不要二選一 方 改成方 更好 不然很像 很像名字嗎 哈囉大家 陳老闆 比較不適合當粉絲名嗎 我覺得陳老闆比較適合當 粉絲團的那個名字 陳粉 陳老闆感覺是陳陳自己啊 沒錯就是我自己 沒錯 陳老闆感覺是我嗎 那我們先化掉嗎 陳老闆先化掉 陳老闆 陳老闆本人在直播 還是我們 我現在已經淘汰一個了 還有四個 現在是這樣子 現在是這樣子 好 我自己是陳老闆 沒錯 沒錯 陳的算是快樂 謝謝 覺得粉絲就好 但是我們好像要學兩個 對不對 哈囉寶貝 寶貝 寶貝寶貝寶貝 對不對 你們剛剛好像很喜歡小柳橙 你們剛剛好像很喜歡小柳橙 我的夏天結束了 為什麼 我覺得粉絲團用小柳橙 然後 粉絲名用 粉橙 嗨嗨橙橙 哈囉 謝謝朱里恩送的魔法霸 小柳橙也不錯 沒關係我等一下還是會 放限動 跟大家 讓大家 投票看看 最後再分享 最後再分享結果 追星成 追星成好像也不錯 剛剛有說到唱歌對不對 但是 我們可以下次唱 我可以叫阿力教我唱歌 陳旭語言 因為陳老闆被淘汰 因為陳老闆 因為粉絲剛剛有說到 陳老闆是我自己 對吧 現在下大語言 然後剛剛 剛剛 現在是下大語言 好可怕 你們可以看從來 好可怕 直播間有熟人嗎 很熟阿 大家都跟我很熟阿 大家都是我的 大家都是我的粉絲 謝謝 沒關係我們怎麼那麼突然 對啊剛剛不是太陽很大 然後現在就 下大語 好可怕 小心塵什麼都加 我這邊大太陽 好好 排風天要來了 沒錯沒錯 排風天要幹什麼呢 排風天要看陳陳直播 什麼 誰說跟我不熟 什麼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討掉一個喔 你們認識毛毛雨嗎 謝謝林果送的告白氣球 學生時期就很會 陳陳陳好像我同學學生時期就很會打扮 我不會打扮 我不會打扮 而且打扮 穿搭是 林亭麗教我的 林亭麗跟原子組 我會看他們 他們怎麼穿 然後他們會教我 然後有一次 我疫情前 疫情前跟同學出事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衣服穿怎麼辦 因為都穿過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配 然後 然後他就叫我拍我的衣櫥給他看 然後他就這樣幫我搭 穿外大太陽 我這邊是下袋 剛剛還是大太陽 穿搭有兩個人膠 感覺很穩 沒錯沒錯 很穩 有竹竹就OK 這件衣服好像有 上次公園有看過 沒錯 上次 有看到粉絲幫我拍 晨晨老師喜歡 穿搭風格跟誰比較相近 嗯 其實也沒有 跟誰相近 就是 就是 覺得 假如阿姨今天穿這件衣服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 我就會 我就會問他說怎麼搭 如果我覺得他這樣子搭很好看的話 這樣子搭很好看的話 我就會問問他 怎麼搭這樣子 就是多看看多學習 你就會知道怎麼搭囉 化妝也是一樣 我也是自己 慢慢的學 也是林平麗跟原始祖教我 這是我的爸爸媽媽 謝謝信偉送的掌聲鼓勵 謝謝新人店長送的掌聲鼓勵 哈囉 起司加蛋 謝謝追蹤 哈囉哈囉大家 謝謝追蹤 謝謝出風送的香檳 謝謝紅包 你們知道嗎 我還是不知道怎麼搶紅包 我都搶不到喔 那我覺得呢 小柳成 我現在是覺得 方程式可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先 竹竹跟阿力前天直播在幫你挑泳衣 泳衣嗎 泳衣嗎 泳衣的部分 我現在覺得 我現在又淘汰掉一個了 粉絲名的部分 然後現在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叫粉塵 第二個叫小柳成 第三個叫小粉塵 用久了就會搶紅包 OK 哈囉 午安午安 先設粉絲團 粉絲團 可以 小粉塵跟小柳成 這兩個選 這三個不錯 我也覺得不錯 我覺得粉塵 就可以當粉絲名 對不對 我覺得很棒 小心塵要採用嗎 小心塵 可以寫一下 但是小粉塵當粉絲團的名字 然後粉塵當粉絲的名字 這樣就有一個對應 對不對 竟然不想用 陳老闆嗎 因為剛大家有說到 陳老闆是我自己 大家都說在看陳老闆直播 沒事沒事 哈囉哈囉 哈囉阿琪 粉塵好了 在沒有陳老闆的情況下 很想要陳老闆吃嗎 55 哈囉 哈囉哈囉 哈囉 我來想一下喔 午安午安 午安午安 剛剛出太陽 現在下大雨 可怕可怕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謝謝可樂王送的告白氣球 謝謝 每天都想吸粉塵 好像不錯 這樣講好像不錯 對不對 怎麼辦 想一下喔 虎大旁邊下雨 我這邊也下雨 這是剛剛是大太陽 哈囉你酒 哈囉阿哲 哈囉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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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母湯嗎 很High嗎 哈囉哈囉 不會出門 開工天帶在家裡 安全安全 哈囉哈囉 午安午安 午安 吸粉塵怎麼感覺 聽起來不太對 是粉塵 不是吸粉塵 沒有吸喔 是粉塵 哈囉哈囉 哈囉 現在有三個 那我們先確定一個好不好 我們來確定 粉塵 粉塵 就是粉絲的名字 粉絲的名字 然後 我 等一下會發現到這兩個 投票 好不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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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姐 哈囉 大家 小成光 小成光 等一下會給大家投票 小柳成還是小粉塵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都不錯 都很可愛 為什麼會 陳老闆為什麼會被淘汰掉 因為 因為 有粉絲說陳老闆是我自己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投小粉塵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我的IG IG投票 陳陳生日快樂 謝謝 可能是巨蟹座 辛苦了 謝謝 小柳成 大家還是蠻喜歡小柳成的對不對 哈囉大家 陳陳決令我都喜歡 哈囉 五安五安 五安五安 現在是剩這三個唷 然後剛剛已經確定一個了 粉塵 就是當粉絲名 然後粉絲團的名字呢 等一下會給大家投票 投票結果會放給大家 聽起來很可愛 沒錯我也覺得好可愛 柳成之 其實 要打陳陳的陳喔 你打那個陳就是不行喔 陳陳五安 五安 大家五安五安 我覺得還是看你們自己喜不喜歡 可以無私票數沒關係 怎麼可以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小柳成跟小粉成其實 都蠻可以的 投票嗎 對 等一下可以去我的IG投票喔 好 你們知道上次的罐頭是哪柳米幫我挑的 所以上次是生日快樂 他上次改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很怕他亂改 好我下次會改罐頭 沒錯 OK的 OK的 陳陳意外 認真的點 真的可愛 謝謝大家 投起來投起來 等一下可以去我的 等一下可以去我的IG投票喔 陳陳超可愛啦 謝謝大家 張雨菱 寶貝 哈囉哈囉大家 還好沒有 萬頭雨沒有被小三美銀亂玩對不對 成了生日快樂 謝謝 大家 張雨菱五安 張雨菱五安 張雨菱要幫我想一下嗎 粉絲的名字喔 對這樣 說到張雨菱 張雨菱就出現了 沒錯沒錯 原來雨菱在 他是剛剛來的吧 哈囉雨菱 雨菱可以幫我看 粉塵 小柳塵 跟 小粉塵 雨菱五安 對其實裡面兩個算粉塵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有一個對應 也不錯 對剛剛我提到雨菱 雨菱又來了呢 嗨大家 馬豬米安 雨菱五安五安 哈囉哈囉大家 小粉塵蠻可愛的 但大家也說小柳塵很可愛 所以我現在就是 有點選擇困難 現在有點選擇困難 小粉塵嗎 哈囉大家 哈囉 哈囉大家 謝謝張雨菱送的啾咪 小粉塵蠻 上次生日直播的時候有粉絲寫說 為什麼雨菱沒有清澄澄 因為好忙 沒有時間清了 謝謝開心送的真情告白 澄澄超可愛 謝謝大家 好可以自己搶的 但是我其實真的覺得小柳塵跟小粉塵都不錯 只是小粉塵比較有那個對應 好忙 沒錯 沒錯 戳戳戳戳 盲針慶聲 沒錯 這次的生日 今年的生日過得非常的充實 最後是三個決選就對了 沒有我現在已經選擇了一個了 粉塵就當粉絲名好不好 粉塵就當粉絲名 粉塵當粉絲名 哈囉哈囉大家 我是AKB48TP的高彥晨 晨晨 唱的我雞皮歌啦 這是竹竹的罐頭語喔 是竹竹的罐頭語 竹竹的罐頭語喔 謝謝琴狐送的魔法霸 粉絲名粉塵 OK 我覺得很棒 謝謝大家跟我一起討論 好開心 然後等一下會讓大家選 小柳塵或是小粉塵 粉塵很棒 我也覺得很棒 哈囉藍熊 哈囉哈囉 哈囉閃護尼 哈囉大家 午安午安 午安大家 粉塵的應原色決定是粉紅色嗎 對 沒錯 沒錯沒錯 但是是不是 對 跟這有對應 跟粉塵有對應 粉紅色的粉 對 跟應原色有連結的關係 曝光 現在又大太陽囉各位 單色嗎 沒錯 單色 哈囉哈囉大家 怎麼那麼可愛 晨晨晨喜歡粉紅色 沒錯我喜歡粉紅色 哈囉哈囉大家 會不會撞色 好像有一點 對不對 好像有一點撞色 哈囉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小貓咪 我是AKB48 挺TP的高彥晨晨晨晨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好像是 哈囉哈囉 謝謝追蹤 你們可以去追蹤我的IG喔 對今天剛好穿粉紅色 晨晨喜歡粉紅色的衣服 晨晨比較喜歡粉紅色跟黑色的衣服 哈囉哈囉 哈囉大家 我是AKB48 近TP的高彥晨晨晨晨 歡迎追蹤 哈囉大家 哈囉浪克 晨晨開心就好 感覺晨晨越來越放得開 晨晨本來就放得開 只是第一次直播 第一次生日直播的時候 真的是蠻緊張的 但是 但是 Nazumi跟 大家都有 教我 教我不要緊張 哈囉哈囉 哈囉帥 哈囉夏樹 午安午安各位午安 哈囉凱子 今天就很穩 謝謝 真的嗎 這樣颱風不錯嗎 謝謝大家 自然就好 OK 不要緊張 沒有緊張 謝謝追蹤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來 最後再講一下 蜜蜂 蜜蜂生日快樂 謝謝開心送的蜜蜂生日快樂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你是我的成光少女 歡迎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幫我打 愛你們 那我們最後來講一下好了 那我最後再講一次喔 粉絲名決定就叫粉塵 好想放颱風假 什麼現在不就在放假 只是要上課而已 然後 我等一下會發現洞說 會發現洞給大家投票這兩個 小柳橙跟小粉橙 這首歌好好聽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我是AKB4TA TINGTP的高彥層 橙橙 歡迎追蹤我的IG喔 愛你可以看到我的日常 更多的我 我好喜歡這首歌喔 我好喜歡這首歌喔 午安午安 貝貝午安 紅包沒了 都被搶完了討厭 哈囉哈囉大家哈囉 哈囉我是AKB4TA TINGTV的高彥層 橙橙橙 哈囉大家無安無安 無安大家 我是AKB4TA TINGTV的高彥層 橙橙橙 歡迎追蹤我的IG 可以看到更多的我唷 哈囉哈囉哈囉 請問您是國中生嗎 我是國三升高一喔 在一年15歲 先生要染頭髮嗎 沒有 因為媽媽的頭髮本來就是咖啡色 所以我頭髮會有一點咖啡 跟妹妹一樣 然後我 我去學校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是不能染頭髮的 然後我去學校就被老師問到說 你是不是有偷染頭髮 然後還問我的家長 就問我的媽媽 然後媽媽就說真的沒有染頭髮 大家都會覺得不染頭髮 所以是天生的 就是曬太陽會很咖啡 妹妹更咖啡 哈囉大家 陳真是混血嗎 不是 謝謝她口上的告白氣球 終於不是小妹妹的 可以當小姐姐 可以當小姐姐嗎 15歲可以當小姐姐嗎 零晃爆啦 真的是國三升高一 我今年15歲喔 不然你們覺得我是 我是國一嗎 歡迎最終我的IG 謝謝大家 哈囉大家 很像國一是嗎 很像國一 你們可以看我的IG 因為我有很多照片 都被別人說很像20歲 18歲 但是我講話好像就破崩了對不對 這個髮色有點像彩結 應該是在這邊有太陽 所以才會照到我的頭髮 所以今天看起來才不一樣 還記得陳陳11歲的樣子 哪裡像國一的很成熟呀 20歲誰這麼殘忍 有一次我走在路上 然後有人要發傳單 那那個傳單呢 好像是要關於20歲才可以參加的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妹妹請問你是20歲嗎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國中 那個時候我國中而已 我的聲音很符合 看又大太陽 也有光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頭髮才能弄我咖啡 不然如果 如果是沒有太陽的話 我把那個窗簾拉下來 就是黑色 謝謝陳家訴訟的玫瑰 都是竹竹害的 什麼竹竹害的 20歲好成熟 沒有喔陳陳是15歲喔 你們不要搞錯喔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陳陳是15歲喔 不可以搞錯 陳陳是15歲 陳陳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哈囉哈囉 謝謝追蹤 哈囉大家好 我是AKB48 聽TV的高雁城陳陳 哎呦不錯 長得很成熟 是嗎 什麼陳人45歲 誰說的 什麼陳陳45歲 誰說的 唱的我雞皮疙瘩 多多多 那是竹竹的罐頭語喔 陳陳45歲 誰說的 誰說的 陳陳怎麼45歲 陳陳是45歲好不好 好 你自己說的 哪有 是15歲 不是 45歲喔 是15歲喔 陳陳今年15歲喔 我說你是15 不是 45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哈囉大家好 我是AKB48 近TV的高雁城陳陳 歡迎追蹤我們我的IG喔 紅包都被搶來囉 各位 謝謝追蹤 陳陳是15歲 沒錯我是15歲 你是我的晨光少女 我愛自己 陳陳超可愛 謝謝大家 歡迎追蹤我IG 陳陳超可愛 哈囉哈囉 波地獎 陳陳45 沒錯陳陳15歲 陳陳超可愛的啦 謝謝 陳陳陣營班 什麼是陣營班 哈囉大家 哈囉哈囉 哈囉大家 我是AKB48 謝謝TimTV的高雁城陳陳陳 其實我上面是寫台風天 但是現在是出太陽咧 哈囉哈囉 歡迎追蹤我的IG 哈囉哈囉 Henry 哈囉 你是我的晨光少女 我們可以再講一次 謝謝陳家書送的事業潮 你是太陽 我是太陽 你是粉塵 我是陳老闆 你是粉塵 太陽的台風天 超棒 陳陳45歲 念快一點就變45歲 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可以這樣子 今天就乖乖待在家裡 對 今天陳陳就待在家裡 不會出門 陳陳生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哈囉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AKB4Share 聽TP的高燕臣臣臣臣 哈囉哈囉 臣臣生日快樂謝謝 竹黑 這個聽起來真的 歡迎來到我的IG 臣 粉臣 是臣臣的臣喔 你看太陽好大 太陽好大 謝謝追蹤 陳老闆缺員工嗎 可以來當我的員工 今天好少女 陳臣本來就是少女 沒錯 罐頭語真的好玩 我會改 我會改好嗎 我下一次改 好那我再跟大家講一次好了 你看我沒有搶到紅包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是我的粉絲名 這是剛剛決定的粉絲名 粉臣 然後 這是粉臣 然後 這是小柳臣 這是小粉臣 這兩個等一下會給大家投票 這是粉絲團的名字 可以給大家投票 這一次是天生的 這是天生的 因為媽媽本來頭髮 我的媽媽 本來頭髮就比較咖啡 所以 照太陽跟咖啡 因為現在有太陽 所以很咖啡 哈囉哈囉粉絲名是粉塵 對沒錯粉絲名是粉塵喔 等一下會發現 我現在一直弄拍跟大家繼續說 以後就當陳老闆的員工 忙著喜歡塵塵 很棒 很棒 天然的最好 哈囉哈囉 好的 不用用染髮記傷口髮 沒有染喔 真的沒有染 但是同學都很羨慕我 因為我照太陽就可以 很咖啡 哈囉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AKB48 近TV的高映誠誠誠 哈囉老莎 哈囉哈囉 真的很好看 因為有陽光的關係 現在太陽真的比較大 太陽比較大的關係 可以省不少錢 沒錯 但是 但是比較想要黑髮 五安五安 這是光的關係 但是沒有光的話就是黑色 沒有光的話就是黑色 哈囉大家哈囉 哈囉大家 五安五安 哈囉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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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魚 你可以去找小太陽多曬自然光 哇我應該會變很黑 哈囉 簡單人生 哈囉哈囉 哈囉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陳陳想染黑嗎 陳陳不想染頭髮喔 就跟一韻一樣 沒染被以為有染 真的 謝謝追蹤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剛剛有沒有搶到紅包 我也忘記了 哈囉北緣 陳陳生日快樂 謝謝 哈囉大家 帶萌帶萌 我帶嗎 陳陳又染頭髮的感覺 沒有染頭髮喔 這是光的關係 祖國五安 五安五安 可能曬黑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竹炭 SAKURA的髮質都讓人羨慕 SAKURA嗎 是SAKURA嗎 因為你的髮色也是天生的 對 我的髮色是天生的 因為媽媽 媽媽本來頭髮就是咖啡色 我是有太陽照才會 比較咖啡 所以現在太陽比較大 所以 比較咖啡一點 可以不要變煮炭嗎 可以可以 不變煮炭 OK的OK的 沒問題 我們等最後一個紅包 OK 等一下等最後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的 我的粉絲的名字 一雲沒染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你好像本來就是有點咖啡 曬太陽好 曬太陽身體健康喔 可以變成炭 沒錯沒錯 哈囉大家好 我是AKB4CH TEAMTP的高燕晨晨晨 歡迎追蹤我的IG喔 現在太陽變大了 剛剛中間的時候 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還下大雨 沒錯沒錯 哈囉大家 哈囉哈囉 你是我的晨光少女 現在可以跟玉瑩聯播啊 玉瑩現在在播嗎 我不知道怎麼聯播 我可以 我可以 先 我可以先研究看看 現在是大太陽 沒錯 所以我的頭髮才比較 而且剛剛還一直曙光 沒關係 歡迎追蹤我的 IG 橙人是不是喜歡穿Oversize的衣服 沒錯 而且阿力有送我一件衣服 生日那天有送我一件衣服 也是 也是Oversize的衣服 不要太白 看起來 比較賤 但是我 我沒有到很白 我就是 普通 沒有到很白 哈囉哈囉大家 王仁真搶紅包 01也開了 01開播 01好像是3點開播 成的雙眼皮好深 媽媽生的好 紅包搶完了 謝謝大家 歡迎追蹤 直播 謝謝紅包 成成應該比較白 好那我來講最後一次 我來講最後一次我的粉絲名喔 掰掰 有人要走了是不是 掰掰 辛苦了辛苦了 哈囉大家 我是AKB47HMPP的高焰層成成 要念榜了嗎 好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最後一次 這是 這是粉絲的名字 粉絲 然後等下這個會 會給大家 去投票 好 好我要來念榜囉 念完榜你們就可以去看01的直播了 謝謝LULU送了一封信 好 來念榜 我們從第幾名開始 我們要來念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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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小時而已喔 好我們來念榜 第一名呢 等一下喔 等一下我先研究一下 好 開始念榜 第一名 我們這次從第一名開始好不好 第一名 本丸 拍手 第一名本丸 從第十名嗎 對不起大家 我這次從第一名開始好不好 然後下一次從第十名 第一名本丸 拍手 第二名是羅寶傑 拍手 第三名是吉米粥 拍手 第四名是可樂王 拍手 第五名是開心 拍手 我也開心 第六名是出風 拍手 等一下第七名我看一下 等一下喔 第七名的名字我有點 第七名是 怎麼念 瑞苦拉嗎 對不起大家 拍手 第七名 第八名是酒蛋 拍手 喔對不起大家 第八名是酒蛋 拍手 第九名是包子拍手 好我們要來說第十名喔 第十名是嚕嚕拍手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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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陽好大喔 拜拜大家 我都念 對不起不知道那怎麼唸 拍手 謝謝大家 是嗎 是嗎 為什麼有人寫IKEA 好啦那今天就是 討論粉絲名跟 講上司心得的部分 拜拜大家 你们可以去看 零一的那个 直播了 大家拜拜 拜拜